12月10日,公安部刑侦局发布通缉令,揭露了缅北国杆自治区的四大家族之首白索成等人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据报道,白家是国杆四大家族中的领导者,以做酒店、旅游为幌子,实则从事赌博、色情、电炸等违法活动。 在寿宴上,各大家族送礼竟有政府武装一把手站在身边。 然而,尽管白家表面树立人意理智信家规,传承清廉家风,实际却专营不乏产业。 白索成还创建了慈善基金会,但其子女却积极参与黄赌毒诈。